朋友们好,今天我们来分享王小波的男人眼中的女性美。 从男人的角度谈女人的外在美,这个题目真没什么可说的,这是一个简单的绝对的命题。 从远了说,海雷之美引起了特洛伊战争。 从近了说,玛丽莲梦露之美曾经风靡全国。 一个男人,只要他视里没有大毛病,就都能欣赏女人的美,因为大家都有这种能力,所以这件事常被人用来打比方。 孟夫子就喜欢用,木之与色也有同美焉。 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家可以有一致的意见。 很显然,他觉得这样一说,大家就会明白,谁都喜欢看见好看一点的女人。 这一点在男人中间,可说是不言自明的。 假如还有什么争议,那是在女人中间,绝对不是在男人中间。 当年,玛丽莲梦露的三尾从上面数,好像是三四二二三四。 有位太太看这个小妖精太讨厌,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内衣给她寄去。 齿翠是二二三四二二,让她按这个齿翠练脸,煞煞难为的火。 据我所知,孟露小姐没有接受她的意见。 这是说到谁才,还没有说到化妆不化妆,打扮不打扮。 这类题目,只有在女类杂志上,才是中心一体。 我所认识的男类,在这方面都有一颗平常心。 也就是说,见到好看的女类,就多看一眼,见到不好看的,就少看一眼,仅此而已。 多看一眼,和少看一眼,都没有什么严重性。 所以我认为,在我妹这里,这位体在女类中,比男类中敏感。 大贤罗素曾说,人类理应生来平等,但很可惜,事实不是这样。 有类生来漂亮,有类生来就不漂亮。 与男类相比,女类更觉得自己是这种不平等的牺牲品。 至于如何来消除这种不平等,就有各种解决的办法。 给孟露小姐系内衣的,是那位太太就提出了一种解法。 假设那套内衣是她北人穿的,这就意味着请孟露向她看齐。 假如这个办法被普遍地采用,那么男类会成为真正的牺牲品。 在国外可以看到另一种解决不平等的方法。 那里年轻漂亮的小姐妹不怎么化妆,倒是中老年妇女总是要化点妆。 这样从总体上看,大家都相当漂亮。 另外,年轻健康,这本身就是最美丽的,用不着用化妆品来掩盖她。 我觉得这样做有相当的合理性。 国内的情况则相反,越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越要化妆, 上点岁数的,就破罐破摔,捧头垢面,我认为这是不好的。 假如有一位妇女修饰得恰到好处的出现在我面前,我是很高兴的。 这说明她在乎我对她的看法,对我来说是一种追众。 但若修饰不得当,就是一种灾难。 几年前,我在北方一座城市出差,看到当地的小姐妹都化妆, 涂很重的匪,但那种匪颜色有点发蓝。 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,尚称好看,走到了暗处, 就让人想起了戏台上的豆耳堆。 另外,当地的小姐都穿一种针织超短裙, 大概这种裙子很是新潮,她有一处弊病。 但有一处弊病,就是会朝上收缩。 走在街上裙子,就会呈现一种倒马鞍形。 于是常能看到,有些很可爱的妇女走在当街, 岔开腿站下来,用手抓住裙子的下摆往下拉。 那情景实在可怕,所以我建议女童之美在选购时装和化妆品时要多用些心, 否则穿得随便一点,不化妆会更好一点。 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,男人的平常心是一种解读剂。 另外,还要提到女权主义者的看法, 她们说,我们干嘛要给男人打扮呢? 这话有些道理,但有点过激。 假如修饰自己,意味着追踪对方,还是打扮一下。 好了,今天的作品就为大家分享完了。 感谢您收听。